今天来为大家演示一下如何查找第一宝剑的医生网络 首先点击这个链接就能去到一个 Member Login就是会员登录的一个页面 大家无需一定要登录 只是作为guest也是可以查找得到医生的 然后点击这里 因为这边有中文服务的 大家可以从这个右上角的地方 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语言 西班牙语啊中文啊或者英文也行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是中文服务了 所以就没有中文这个选项了 好的现在来演示一下 大家先点击这个搜寻服务提供者 点开这里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首先我们给大家分析看一下 就是第一宝剑红蓝卡还有红蓝白卡的计划有哪些 简单介绍一下 首先这个65plus65加的就是红蓝卡计划 然后呢 到这个 双重资格的话 双重资格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每次看到有双重资格的话 就是红蓝白卡计划 就是你要同时拥有红蓝卡 还有白卡的资格的计划 然后下面这个也是红蓝白卡计划 然后到这个是红蓝卡计划 increased benefit plan 然后这个双重资格的也是那个红蓝白卡计划 然后到下面这些大部分都是个人 还有那个公司的计划 还有这个也是红蓝卡计划 就是这个是那个signature plan 管理室保健计划 也是红蓝卡计划 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演示一下红蓝卡计划 如何查找医生 首先选一个红蓝卡的计划 65加的pran 然后呢 我们这边刚好有客人想咨询 他想找一个医生 是否在这个计划里面 他要找的医生是这个 然后我们呢 就把他的名字 我们就把他的名字放进这里 对 然后就可以搜寻 大家很简单就能找到这个医生了 那就证明这个医生 是在这个65加的计划里面了 OK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边 转换医生的信息 或者zip code 然后选不同的计划 就可以找到网络类覆盖的医生范围了 谢谢